还是在大英博物馆钱币馆 这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 是不是一张纸凑近了 看了哎 上面写着大名通行宝钞一贯 这就是纸币 其实纸币最早是中国人发明的 我们在宋代就有了饺子 那时候为什么发明纸币呢 因为中国人聪明 经济学学的好 原因很简单 一贯代表着什么 一千枚铜钱 一枚铜钱大概重四克 一千枚铜钱呢 那就是四公斤左右 大家看没看过十五贯这个圆曲 那你要背着十五贯出门 是不是六十公斤 老陈那体格都扛着走不了几步 那中国人就通过自己的聪明材质呢 发明了这种最早的纸钱 叫做饺子 那会儿饺子发明的时候呢 主要是为什么代替铁钱的 为什么用铁钱不用铜钱呢 这个我们以前说过 宋代铜缺乏用铁来取代 那铁钱会更重 这种东西发明出来 就被元朝人称奇 然后到了明呢 朱元璋先生呢 就开始发明了这种大明宝钞 就是为了呢 取代铜钱的流动 但是这宝钞发行的没有几年 完蛋了 原因是什么呀 人家元朝也发行宝钞 为什么一直运转的挺好呢 到了明朝不可以呢 因为朱元璋是农民出身 大家注意农民上台的 一般没有经济学头脑 他呢认为我就是国家的主导 我想发多少发多少 根本不根据预算来 所以导致最后通货膨胀 这一贯的一张铜钱的代表用的纸币 到最后呢只能换来三十多钱左右 导致整个明朝的呢 金融系统呢 早期的碰塌的出现 我们来看看 之前呢主要是用桑皮纸做的 这种桑皮纸呢 也等于说是为后来的造钞呢 起到了一个榜样 现在呢 英格兰银行的院子里边 还种了两棵桑树 据说就是纪念中国早期 用桑皮纸来制作纸币的一个象征意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